Hello 大家好 我是碎片 今天开篇想跟大家先聊这样一个话题 您认为历史如何通过某一种方式 让你可以产生相对真切的 然后强烈的记忆呢 可能有很多方式 比如说读书 听亲历者讲故事 或者再进一步 你到达这个特定事件的环境当中 感受它的气场都可以 那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真切的去触摸这个历史 其实也就是跟这个历史有关的一些物品 那今天我们要通过这一次小节目 展示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先上东西 这个是摆在我们家里的一个小的收藏 作为墙壁的装饰 两枚奖章 它的颁发者是前苏联 时间大概是在1945年46年左右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有两枚奖章 然后呢还有一个证书 奖章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 这个苏联在颁发奖章是在全世界都是比较有名的 就是不惜功本 为了表彰战士们的这个军功勇敢 所以他这上面使用了镀金的工艺 要知道这个奖章其实是颁发给普通的士兵的 但是他用的这个工艺也是非常的高贵的 可见当时苏联的这种重视军事和尚武的精神 那么今天我首先要花大量的时间给大家分享的是整个这个里边的 左边的这个寻章 我们首先要讲的是这个断带的部分 或者称为寿带 大家看这是一个条文状的寿带 这是有明确的名称的 叫做圣乔治带 这件东西在魏国战争的这个历年的阅兵式上 你会看到很多重要代表 包括普京他都带这个东西 叫做圣乔治带 那它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你想颁发在这个奖章上面的 它肯定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化常识 就是苏联虽然在历史上是 好像严格的与西方来区分的这么一个阵营 但它毕竟也是这个白人世界 所以它的传统文化里面会带有非常浓烈的西方的价值观 和传统习惯在里面 我们要了解这个寻章背后设计的含义和 接到这个东西 并且有这个完全的西方的价值观的人 受到感动的时候 那你必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它代表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圣乔治 圣乔治不是苏联人也不是俄罗斯人 他实际上是一个出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 然后是在罗马帝国时期 罗马帝国时期出现过很多后世被封为圣人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价值观当中的重要的历史人物 可以代表的一种精神的笔物 我给你举例子 关羽代表了什么呀 就是忠孝仁义 那岳飞代表了什么呀 代表了就是忠实国家 然后勇敢 然后捍卫民族尊严等等 圣乔治其实跟他们差不多 属于战斗型英雄 他首先是一个罗马的将军 将军一样的人物 然后在他的传说里面 有个最重要的行为 就是圣乔治屠龙 杀龙这件事情 在西方龙和我们东方完全不一样 我们东方认为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动物 皇帝九五之尊 然后龙真龙天子 但是在西方我们都知道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霍比特人 你看到这个龙什么形象 就是邪恶的形象 所以在西方 屠龙这件事情 本身代表了两层基本的含义 第一个龙是邪恶的 所以这叫战胜邪恶 第二个龙又不是人 它是兽 所以这叫战胜兽性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勋章是在 1945年46年左右颁发的 也就是纪念魏国战争的时候 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德作战最重要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俄罗斯 或者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战争 魏国战争 所以对于德国法西斯来讲的话 战胜他就是战胜的邪恶 战胜的兽性 这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圣乔之代 本身的意义就象征了勇敢 敢于牺牲 并且正面去对抗邪恶和兽性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圣乔之代绑在这样的一个勋章上面 是比较合适的 好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看到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个证书 它上面是全部都是俄语的 然后我找了我专门教俄语的一个朋友 他是我高中的同桌后边的那个同学 我让他给我翻译了一下 说这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呢 他给我翻译了一遍 他说主体的文字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读一下 参加卫国战争证明 看参加卫国战争证明 然后根据1945年5月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 授予彼得·希尔盖耶维奇·马尔勤科下士讲章 看这里面有这样几个信息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讲章是一种证明 这个证明是跟卫国战争有关 卫国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德战争这一部分就称为卫国战争 我们知道二战的欧洲战场 其实主要牵制德国兵力的 不是什么英国人法国人 法国几个礼拜就亡国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部地区的苏联 对德作战 那么卫国战争的是他们的称呼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苏德战争 这个讲章就是苏德战争的历史见证 而且明确的落在了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人我们现在看来按辈分 应该算老老老老爷爷了 他叫做什么 我再读一遍 叫彼得·希尔盖耶维奇·马尔勤科下士 注意是下士 也就是几乎是一个普通战士 所以这个勋章可想而知 在当时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我查了一下资料 这个勋章是在46年左右的时候颁发 如果当时你还没有退伍 就由你们军队所在的长官来颁发 如果当时你已经退伍了 那你到哪去领呢 就是你所在的社区 也就是接到居委会 然后会把这个东西送到你的手中 就这样的一个勋章 这个内容 好 那么我们了解这些东西以后 你会发现历史是可以落到任何一个细节上的人身上 然后你触摸到这个奖章的时候 你会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一段历史 接下来最后的部分呢 我就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你看这个里面的具体的细节啊 除了它是镀金的以外 我们看这上面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侧面的伟人像 这个在中国呀 不是很多件 但在西方很正常 从古希腊罗马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会把钱币上面铸造上这个重要的人物 尤其是国家元首 然后这样逐渐就过渡到了这个奖章上面 也这样 那这个46年颁发的奖章呢 那肯定铸造就是当时的他们的国家元首 也就是斯大林 我们仔细发现这个斯大林的脸的朝向是不一样的 这个勋章或者是蒋章在住人的头像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侧面脸 都是侧面脸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很多回 然后呢 也看过一些资料 有这么一种说法 仅供大家参考啊 我们去参观世界上的这个博物馆 你会看到很多立体的雕像嘛 那这些古代的大理石的雕像 最容易损坏的部分 一般是哪呢 手臂 或者手臂还在手掌带 但是手指就没有了 或者是鼻子 鼻子这部分就没有了 你想想为什么 因为这些部分既突出又脆弱 所以很容易就没了 那么过渡到了这个奖章上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做一个正面的脸 首先可能铸造起来不是很容易 另外呢鼻子比较突出 那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钱臂嘛 那会一直在使用 所以这本书里面是这么记载 说经常会被使用的钱臂 如果又是伪人的头像 这鼻子比较突出 首先被磕坏 其次那个地方磨的就会比较亮 那对这个铸造在钱臂上的国家元首啊 也不是很礼貌的一个行为 所以多少年来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 基本的习惯就是侧面的脸啊 这姑且一听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听起来好像比较有道理 那好 那么我们下面会发现这个侧面的脸啊 它不一样 那我刚才一直讲的是这个 对不对 这张脸呢 斯大林脸是朝左的啊 这个还有一个会张是朝右的啊 那么如果按地图上来说的话 就是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哎那你就明白了 这个脸呢就是朝西的 这个脸呢就是朝东的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勋章我们刚才说了 是卫国战争的勋章 主要就是奖励对德作战的 那所以斯大林脸其实是朝向德国 博脸的方向 也就是整个苏联的啊 西脸那所以这这个勋章就是整体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上面歌颂了不畏牺牲战胜邪恶和兽 下面呢 其实用伟人的脸可以直接暗示他到底奖励的是哪个事件 那知道了这个以后呢 那我买回来把它做在这里面 大家知道 装矿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那我就想那会不会有别的勋章呢 哎 查了一下果然有 因为苏联在对德作战成功之后 我们知道1945年5月78号的时候 德国就投降了 所以呢 根据这个 雅尔塔协议 苏军必须在多长多长时间之内要对日本作战 啊 那么所以呢 参加过这个远东地区对满洲 也就是被日本侵略的我们的东北三省作战的这个士兵呢 在战后也会得到一个勋章 那这个勋章呢 就是这边的勋章 大家看这边的勋章 但是他用的就不是圣桥之代 就说明他的级别相对要低一些 那这个勋章里面的这个呢 同样也是杜金的面 然后斯大林的侧脸 但是这张脸 想一下苏联的远东是在哪边呢 当然是东面了 于是这张脸就是朝右边的 也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这张脸是朝东面的 所以呢 从视觉的这个和谐性来说 我把它装在了一起 但是呢 从我们对战争的记忆 尤其是对中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来讲的话 那苏联的这个重要的战争 战役其实有很多啊 但是我们可能记忆比较深刻 就是他在欧洲战场的主要的贡献 就是魏国战争 还有就是他在中国曾经参加过 这个恭贺满洲的战争 也是东北三省的 所以这个勋章和他就装在了一个矿里 作为墙上的一个小装饰 看起来也不错 挺漂亮 但更重要就是 我们今天开篇的时候 和大家聊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怎样能够让你对 一个历史世界有深切的认识啊 可以读书 可以听故事 可以清理现场 同样可以触摸历史的细微的 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奖励给彼得 希尔盖耶维奇马尔琴科下士的奖章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